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容易 只曰 善人交民七年亦可以及容易 善人交民七年 这是指国家元首或重要人物 从前三年做一次考基 书经有记载 第一年四半 第二三年一考 第二年第三年一考 考一次 清朝末年是三年一大计 就是三年做官者 做官的人要考一回成绩 我们现在讲考基 第七年是二考之后 第二次的开头 虽然未满九年 办的政治也可以了 但必须是善人 甚至无私的人 亦可以 可以而已 并不是绝对如此 就是这样的善人 办了九年的政治 是可以了 那并不是绝对如此 以善人条理 以过了六年 到了七年 人民就可以当兵 教民教什么 魏林公问证于孔子 孔子答 主斗之事 则常文之矣 君旅之事 谓之学也 孔子就是善人 甲骨之慧 便是孔子所为 孔子曾说 我战则克 继则得福 教民七年就是教六亿 教道德仁义 孔子忠信 平述教此 不用说 就知道国家与自己有关系 国保不住 家 父母 兄弟都保不住 所以有孔就能忠 在挣钱就能拼命 就可打胜仗 不怕死就不会死 若能有孔不死 以死为荣 以这种军队打就难打了 例如无悦之战就是例子 如果我们真正提倡中国文化 人人以父母为重 就能拼命抵抗外人 对于台湾人 只要让他知道 伤子之地 以父母为重就可以了 否则若信其他洋宗教 届时对人说 咱们是一家人 那就坏了 这必得有道德学问的人 才能教 如文天祥 以示外国人为此 以死为荣 好 这张书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 在这张乌 我 如果有赛得 以死为荣 我们等待来